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媒体同仁 来后 马沙罗 江院长在二月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 那就是 核四的议题 签一把 动全身 应该要充分的讨论 核四有一个叫做 核四安全监督委员会 最后的结论就是 安全才是问题 我们亲民党团 主张什么呢 主张就是没有核安 当然就没有核电 要先议决 再复决 所谓议决就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预解之前 要成立一个所谓的各种的委员会 来做调查 调查他的安全 调查他所有的设施 然后呢 在立法院预解 预解之后 再交由人民这个来复决 复决 你看 我们亲民党党团所做的这样的设计 是多么的安全 今天 我们看到 国民党所提出的 这样反命题 用否定罪 这个所谓的行政和事 不得运转 来做命题 让人民闹入在陷阱当中 很多选民 很多百姓会问我们这些中央民意代表 到底 这样的命题 合不合我们这个所做的一个标准需求 我们很难做 做决答 我们就透过今天这样一个讨论 希望 透过正式的讨论之后 我们来做一个很好的议决 因此我们这个亲民党党团坚决地反对 这个国民党所提出这样的一个议题 接下来我要谈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请各位要关心我们原住民 核废料 现在储存在 我所讲是低放射性的 在离岛的偏远的这个南云岛 现在又要再做宣旨的作业了 没有想到 其中台东县达仁乡的南云岛 也列入这个选址 最终选址的一个要项之一 它又是一个原住民的地区 原住民区块 离开了南云的亚美族 进入了南云的排湾族 低放射性核佛料 放在了这个台东的原住民地区 前不久 一年以前 我们高度在讨论就是 台电在花莲县的和平乡 山区做了什么呢 做了所谓的地质研究探勘的 这个工作 当时 这个和平乡的乡长 带领所有的原住民的 这个一级领袖 来做现场的反对 它做什么用 原来 这个所谓的 和平地区的地质探勘的研究 是作为将来 存放 高度的 高的 放射性的 这个核佛料 又是放在我们 原住民的地区 原住民情何以堪呢 一个在蓝宇的这个 这个洋美组身上 将来可能放在 南田的我们排湾组的身上 高放射性的 又放在我们 人数居于我们原住民组第二位的 太罗格 还有太亚族的 我们 这个 和平电草 所要坐在这个 这个地区的原住民的身上 我觉得我们 不管是中央政府 我们所有在座各位同仁 请都为这个 这个部落来着想 我们 对于和平的命题 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看下来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那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就是